又 居学论 有 四复天 从这看起 以 去天 出生也 楚公得 四复天 这一句经文 是指示我们 要修复 大臣教里面 常讲 父体心中 我们一定要存善心 要有善意 对待一切 有情众生 如果 我们对待出生 都能够爱护 当然 就不会害人 所以 居学论 这个四复天 他把出生摆在地上 是很有道理的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对于 蚊虫 蚂蚁都爱护 都不会伤害它 那大的动物 当然更不会伤害 这是一定的道理 小动物都爱护 你就不会伤害 大的 更不可能 更不可能 伤害人类 这个 用意 在此地 我们 不能 不知道 第二个是 苦天 看到 贫穷 困苦的人 我们一定要 尽心尽力 去帮助他 能力达不到 他贫穷 困苦 我也贫穷 困苦 我在财力上 不能帮他 也应当 送金 念佛 回向给他 为他 祈福 帮助他 如果 有缘分 跟他们能接触到 要把这些 道理 给他 讲清楚 讲 明白 我们这一生 为什么会遇到 贫穷 困苦 这是果报 果 一定有因 我们真正 能把因 找出来 从因 上 消除 果报 就改善了 恩 庭 这是 父母 那在佛法 里面 还有 护法 护法 对我们 有恩 如果 没有 这么多人 护持 没有 这么多人 帮助 我们的 长城 就非常困难 第四个 是德庭 德庭 是三宝 三城 行圣 无论 是小城 是皮之佛 还是菩萨 无论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他们 大多数 是来 主持 道场 所以 佛法 能够 兴旺 社会 能够 安定 国家 能够 长治 久安 世界 能够 和平 三城 圣 圣 行 有大 贡献 就是这些道场的负责人 有大